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2021花东原创生活节 将在今年9月到11月 在花莲文化创意园区精彩展开 而中秋节廉价 特别以小镇星期八为主题揭开了序幕 透过驻地艺术的创作 音乐和主题试集体验课程 资讯分享会等内容 带领民众感受好像一周七天多了一天的舒畅 2021年花东原创生活节将在今年9至11月 与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精彩展开 17日下午率先以亲子为主题的 一起玩市集揭开序幕 今年花东原创生活节将以代状形态 进行各项展演和活动 以小镇星期八为趣味主题 强调每个人生活的态度和样貌就是原创 有别于以往原创生活节 就是很精致的展览 或者是很纯粹的歌手演出会不太一样 我们希望在生活节里面 可以把艺术创作的过程 把演出的过程 透过三个月的展览 从9月10月11月 可以慢慢地被铺牌被看见 所以我们在布展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打开仓库 让民众可以看到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也把这个架设舞台调音的过程 配合四集被民众看到 因为就是小镇里面怎么被搭建出来这件事情 可以被民众了解 不是最后只看到艺术创作的成品 而是艺术家怎么在这过程中生活这件事情 是小镇星期八想要强调的 基本上我们从10月初 就活着整个展览的开始前两周 我们就会开始在六七栋仓库来做布展 然后今年就会有陈淑彦老师 有宜居在花莲的剧场编导演陶维军 然后吴志宜还有台东的海地跟拉菲少马 他们一起来园区里面做展览做布展 17日开始接连三天的一起玩市集 邀请20个各剧特色摊位起剧 尤其提倡儿童友善 才会现场小时候记忆跳格子的游戏等 比如说跳格子是很传统的活动 可能大家都有玩过 但是很久没有玩了 所以我们就画几个图案的图案 然后所有的年纪的人都可以来这边 可以一起注动一下跳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在路口就写一个Play Like Kit 就是我觉得游戏是每个年龄都可以玩的 甚至年纪很大 刚刚有长辈问我说这个要怎么跳 那我就很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玩 然后玩是在每天可以发生的 就是不止对小孩很重要 对美国人很重要 18、19日还带来白日梦音乐班 有爵士乐、圆明歌手 以及青少年饶舌团体带来演出 还有南美洲打击乐工作坊 静态羊毛毡体验教学 以及小镇讲堂 分享用影像和文字 陪伴偏乡孩子追求少报梦想的故事 社区工作者农村再造的历程 欢迎民众廉假前往花创园区 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东园创生活节 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记者讲帮演华联士报导 华联文化目etzung 华联文化